第一军情消息 法国著名国际问题专家David Gossett认为 如果说过去40年是中国开放的1.0阶段 那么现在的中国已经进入开放2.0时代 开放1.0是世界到中国来 2.0则是中国往世界去 中国文化 中国智慧 中国概念 中国方案 将在世界发挥越来越重要的影响 中国复兴之路不可阻挡 美国人必须适应 David Gossett的中文名字叫高大伟 曾多次访问中国 他是中欧论坛创始人 新丝绸之路行动计划创办人 还曾荣获法国荣誉军团其史讯章 他的40篇分析中国的英语文章 节集为《中华复兴管规》于近日出版 高大伟认为 中国的复兴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经济 高大伟说 中国现在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大国 成为世界第一只是时间问题 这个趋势不可阻挡 很多西方人感到惊讶 他们忘记了 工业革命之后的150年 中国确实被边缘化了 但这是不正常的 我要提醒西方的朋友 你们对世界历史的记忆是掌握不够的 主流西方人记得的世界 就是工业革命以后的世界 所以他们习惯了一个被边缘化的 比较弱的中国 但从历史角度来看 最近这150年才是不正常的 这是我的第一个观点 中国经济不是崛起 而是再崛起 二是政治 高大伟说 大部分西方人只看到中国经济的变化 还没有意识到中国社会正在发生更深刻的变化 从政治角度而言 中国不模仿任何制度 不模仿任何国家 而是创造一个独一无二的中国的现代政治制度 从治理的问题上讲 中国的制度是有优势的 西方人需要了解这个制度 而不是信口贬低它 三是文化 高大伟说 主流西方认为 现代化就是西方化 但你研究中国就会发现 现代化不意味着西方化 中华复兴是一个现代化的过程 但不是西方化的过程 这是非常重要的 高大伟说 主流西方还是把中国的复兴当作一种威胁 这是不公正不客观的 历史上的中国曾经很强大 从唐朝宋朝到明朝 但中国从来没有侵略过任何国家 郑和去非洲做了什么呢 只是去看了一下 给了一些礼物 然后就回来了 这和西方人完全不一样 西方人在非洲建立了殖民地 中国往世界去 中国到非洲去 但中国不想改变非洲 中国做的是交流 是生意 过去如此 今天还是如此 中国的崛起是和平崛起 这是非常核心的 高大伟强调 对于中国的崛起 西方社会 尤其是美国人要学会适应 美国一直把工业革命当作现代的骄傲 美国的历史就是从工业革命开始的 美国的经验也是一直崛起的 因此 美国人很自然地认为 美国的事就是世界的事 美国就是世界第一 美国不能不做领导 不能不是第一 事实上 这种观念已经落伍 需要提醒美国人的是 中国崛起不是威胁 而是一个机会 现在发生的贸易战让我感到遗憾 贸易战基本上更是一个心理战 美国人害怕了 因为这也是他们第一次面临 失去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的地位 高大伟认为 现在西方世界还不太能理解中国文化 中国概念 但这是一个过程 不远的将来 中国的成功就会带来一种吸引力 软实力 会带来认知的改变 以上是第一军情为您报道的 我们的优 Thirty percent 及日之训 第一次 三十二十二十一 二十七十一 三十三个月 四十一